大家好,我是丑夫 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到就是 出去专职干淘宝 然后又失败了 主要原因呢,是那个供货商价格没有优势 然后导致呢,所有产品都自己开发 然后自己做库存,自己找厂家 资金压力就比较大 没有一款 后来连主要的这款产品的 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也越来越低 所以说呢,后来就这样,就又一次失败了 然后我记得回来的时候 那一天拉了三货车的货拉回来 到现在为止,我家里还有一些库存在这里 回来当天呢,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来找我 因为他知道,因为我当时做淘宝嘛 然后都是自己拍照 他家里呢,是生产那个冬天的棉拖 然后呢,就问我能不能帮他拍个照 拍照的时候呢,我顺便去淘宝上收了一下他家这个棉拖 然后呢,发现其他人卖的也都挺好的 然后我就顺便问他拿了几项来卖卖 一卖的话,因为那时候应该都十二月份了 然后呢,没卖多久,大概卖了几千双吧 然后就结束了 因为棉拖这个产品呢,他只有,每年只有几个月可以卖 然后呢,又继续洗 专制淘宝回来呢,还是在家里白天洗车 然后挂一下淘宝 然后就发发货这样子 然后洗到第二年八月份的时候呢 我有个朋友也是我的客户 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西藏 对,那西藏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一次 我全程大概去了十八天吧 应该是十八天 应该是十八天,前后来回十八天 反正自驾过去了 反正这次经历对我来说 感觉西藏的话 这一辈子总要去一次 去完之后呢,其实我还是还想再去一次 对,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想再去一次 因为可能就是感觉好像是那种心灵去洗涤的一次 这种感觉 对,然后到现在为止 我身上有一个这块蜜蜡 就是在西藏那边买的 算是一个纪念品吧 因为我这个人呢,可能全身上下 我不带,不能带任何金属的东西 都会过敏 然后回来之后呢 马上开始左手,应该是八月底了吧 左手继续做那个棉托嘛 第二年了 然后开始拿货拍照 然后当时问他 问我同学他爸拿的时候呢 价格反正,说实话 问他拿的时候呢 价格也没有任何的优势 我知道他批发给别人价格跟我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每天开车去拉货 自己的车去拉货 我这边呢就不存在什么运费啊这些东西了 我大概卖了三个月 八月份卖到十一月底 差不多三个多月吧 大概卖了两万多双鞋吧 总的我好像我们,因为我们是本身同学他爸嘛 然后加上前一年呢我们也有卖过 然后就我们是结账是一次性结 到年底的时候一次性结的 然后结账的时候呢 导致我下一年不再做他棉托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结账的时候 本来是我想他本来同学他爸嘛对吧 肯定价格嘛 肯定是不是要优惠一点对吧 再加上我是自己去拉货的 然后是不是运费啊这些肯定是少了嘛 然后我就自己自己这么想 结账的时候呢我们总的大概算下来是二十万零五百 大概大概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应该是二十万零五百 但是后来我问他能不能优惠一点的时候 他给我少了五百块钱 嗯所以说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嘛 可能有一句话叫你不能要求别人像你 你对他这样要求他嘛对吧 所以说呢他们不管怎么样呢也没错 就毕竟做生意嘛就 但是我我这个人就这样这种就感觉很不爽 然后第二年呢第二年 我就是第二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他爸再打我电话问我再要不要再做 我就说我不想再做了 这这一次呢怎么说呢 反正也没没算失败怎么样的吧 反正我就呃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就没再继续做他的棉托的 然后还是继续呃洗车 对 给你 novo门 聊天 你 你